研究指出 快走的人寿命较长 图资料照片要想活得久 走的快是关键 外媒发布一项研究 走路快的人比走路慢的人预期寿命要长15年 每日邮报报道 由英国莱斯特大学 Leicester University体育活动教授 Tom Yates领导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2006年至2016年间 平均年龄为52岁的474919人的数据 发现剑步如飞的女性预期寿命为86 7-87 8岁 走路快的男性预期寿命为85 2-86 8岁 而走路慢的女性的预期寿命是72 4岁 男性是64 8岁 这项研究上周发表在梅奥诊所会议录杂志 Myoclinic Proceedings上 即使快速行走者严重超重 预期寿命仍比走路慢的人要高 研究人员认为 这是因为走路越快意味运动越多 以保护他们免受高血压 肥胖和不活动的影响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 该研究只证明了走路快与预期寿命的相关性 而不是因果关系 但这个研究可以帮助医生通过行走速度粗略判断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 这并非第一次将步行速度作为强大因素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的研究 2011年 美国医学会杂志 Drama 发表了匹兹堡大学老年医学教授Stephanie Studensky的一项研究 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步行速度是预期寿命的可靠预测指标 2013年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步行速度与降低心脏病风险和延长预期寿命有关 2017年 莱斯特大学的体育活动教授Tom Yates也曾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 发现步行速度似乎会影响死于心脏病的风险 结论是 与快走者相比 走得最慢的人死于心脏相关疾病的可能性是快走者的两倍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